透過鏡頭跟著我們再次回到基隆的朝靖公園 其實你可以注意到我現在已經身上穿著雨衣 而且頭上也戴上安全帽了 主要就是因為現在在基隆 這種颱風的感受是越來越強烈 而且時不時還會有這種短暫型的 這種比較強的短暫雨發生 這些都是颱風非常典型的 颱風前照的一個天氣形態 主要就是因為這雨有時候會突然下下來 而且雨是還不小 但是有時候又可以看到陽光 從厚厚的雲層當中來探出頭來 但是透過我們的畫面可以看到 現在在基隆北岸這邊 其實雲層量都是比較偏厚的 在稍早之前偶爾還看到陽光 但是現在幾乎都是一片陰天的一個狀況 而且浪的部分也開始慢慢的逐漸加大 不過風勢的感覺上面來說 會比雨會比浪來的更加的一個明顯 而其實在稍早之前 這個朝靖公園這邊還有遊覽車 是載著來自高雄的一個旅行團 是來到這邊想要來觀光想要來觀浪 但是因為路上颱風警報已經發布了 所以海巡人員也立即上前 是將他們來進行勸離 因為現在隨著浪越來越大 將朝靖公園這邊如果遇到漲潮 這個浪很有可能還會打到岸上來 所以為了確保這些民眾的安全 是先將他們勸離開了 而現在在基隆這個地區 風雨的狀況 隨著時間越來越晚也將會越來越明顯 而因為隨著稍晚之後 可能包含上一些水門等等 都必須要關閉 而基隆市政府也在基隆地區 提供了13所的國中小 是提供給民眾 就是有停車的一個空間 就避免就是說在題外道路停車 開進市區之後沒有地方停放 所以有13個國中小是開放停車的 也希望民眾能夠多加利用 以上是現場的最近情形